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科技人才,数字人才,未来前景利好 今天的内容可能不太多,但是信息量足够大 大家一定要看完好好思考 最近咱们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开大会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关心国家大事 我们这代人还是比较关心的 以前都说多读书多看报 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毕竟是关心到咱们未来的发展 咱得能跟上国家的思路和步伐 我以前做视频讲了一期信息差很重要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那一期,评价很高 现在信息不就来了吗 每年的大会传递的信息都跟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咱好好聊一聊 插一句,想从事嵌入式开发迷茫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动态或者视频上方贴士 加VX进入会员交流 目前已为很多同学成功服务了 我先声明,我不是什么专家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一个电子半导体领域的一线工作人员 所以以下内容没有什么分析成分 就是最朴实的看见新闻联播里说的 主观感觉是个好消息 就跟大家说一声 因为很多同学他不关注这些东西 今年开大会有个机构改革 里面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对我们工作很有用 一个是科技部重组 还有一个是国家数据局 好像是和数字经济相关的 这两样东西呢 我觉得跟咱搞电子 搞嵌入式是挺有关系的 大家要着重关注一下 会后肯定会有很多专家 学者去解读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咱得知道 跟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走 很多同学都困惑问 说嵌入式未来发展怎么样啊 互联网发展怎么样啊 我自己发展怎么样 那这信息不就来了吗 你不想知道 嵌入式发展怎么样吗 你不想知道科技发展怎么样 你看看这个消息嘛 这就是个好消息嘛 我觉得 咱干电子啊 干自动化的 干什么军工 航空航天等等 咱就绝对属于科技嘛 我们都是科技发展的 具体执行者 一线劳动人员 咱还有什么信号处理啊 通讯啊等等 这都跟科技 跟数字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国家重视科技 重视数据 那就是重视咱们的领域 重视咱们的发展 也重视咱们这些人才嘛 对不对 那作为老百姓 我觉得这就是利好 这就说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咱们的领域大有可为 最后要说的是啊 具体的咱们不敢在这里乱说 也说不好 留给同学们自己去查去看 今天出这期节目呢 就是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同学们出了学校 就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一分子了吗 既然你要在这个社会里讨生活 你就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更是要多注意国家发布的各种重要信息 多看多听多思考 融会贯通 为我所用 这样呢不断积累 及时调整自己 才能跟上国家发展的节奏 才能在工作生活中 长时间保持核心竞争力 我们常说啊 选择大于努力 怎么选择啊 你不能抛硬币吧 对不对 选择的基础是什么 选择的基础就是获取信息 并能正确处理信息 根据你掌握的信息 掌握的知识进行决断 选择是个结果嘛 它的因实际上是你对信息的把握嘛 不然你干什么事都胡乱选择 你不成出马一条枪了吗 对不对 那好啊 今天的内容不读 但是我觉得足够重要啊 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 咱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啊